貧血就是缺鐵了 坊間有很多補血印,趕快買來補貼 錯! 不是每個貧血補貼都有用喔 國建署統計15-49歲的女性貧血盛行率有20% 代表每5個人就有1個人貧血 但貧血的原因有很多種 影片的最後告訴你缺乏哪些營養素容易造成貧血喔 第一,聚球性貧血 跟缺乏葉酸和B12有關 有萎縮性胃炎、胃切除、酗酒或是素食者 都是高危險群喔 第二,缺鐵性貧血 尤其是女性容易因為生理期失血而缺乏 三,遺傳性疾病例如地中海貧血 在治療的過程當中反而不一定要補貼喔 第四,其他疾病 癌症或是腎衰竭等等的疾病都會造成貧血喔 跟貧血相關的營養素不是只有鐵 還有維生素B6、B12、維生素E、液酸、蛋白質跟銅 出現貧血先找出可能的原因在對症處理 才會事半功倍喔 你都用什麼方式補血留言告訴我喔